大家好,欢迎来到AI探索频道。 你是不是也曾经用过AI生图、修图,帮照片加点特效? 现在,这一切不止发生在照片上,连影片里的人物和物件都能轻松换掉。 没错,我说的是真的。 可灵AI最近在他们的平台上新增了一个全新的功能,叫做Multi Elements多元素,效果非常惊人。 它本质上就是影片修补。 你可以替换、加入或是删除影片中的元素。 今天这支教学影片,我会带你一步步学会怎么使用这个功能。 可灵AI连结我放在影片下方说明栏,请您先点选进来,我们马上开始。 进到可灵平台首页,点选Video Generation影片生成。 你会看到一个新选项,Multi Elements多模态编辑。 Multi Elements并不是使用最新的2.0模型,而是会切换成1.6模型。 不过你还是可以做出一些非常苦的效果。 我们先从替换Swap开始,我们要将一段影片中的角色换掉。 上传你想要替换角色的影片或是直接将影片推移到这边。 影片上传完成后,画面会自动切换到选取画面。 在影片的第一帧,点选你想替换的物件。 这边我想选择马匹和马鞍,但似乎很难不选到旁边的横杠。 就先这样吧,我先点选Conform menu确认。 接着上传你想替换成的图片。 然后修改提示词,让AI理解我们的意图。 这里我们要将影像一中的大象与参考影片中的码做交换。 所以我们将第一个X改成Elephant,第二个X改成Horse。 然后点选Generate开始生成。 您可以看到马匹已经完全被大象取代了,效果非常棒。 确认没问题就可以将影片下载下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画面超自然,动作连贯,就像原本拉车的就是这只大象。 接下来介绍加入Add功能。 它会把一个物件或角色加入到影片中,点选Add加入。 接着上传您的影片。 然后再上传您要加入的图片。 这里我打算加入一只海怪,让它跟在海龟旁一起游泳。 所以我把提示词中的X改成A Sea Monster Swimming Next to a Turtle。 这边一定要说清楚架在哪里,AI才能准确放置。 同样我们点选Generate生成影片。 这边各位朋友们在测试的时候,使用的图片尽量选择单色,或是去除背景的图。 有时候若效果不如预期,也可以换影片多十几次。 最后一个功能是删除Delete。 不明思义,它可以把影片中的元素删除掉,非常适合清除画面干扰。 或是像我一样把摩托车变成幽灵摩托车,好像自己转圈。 先点选Delete删除功能,然后上传您的影片。 一般来说,只要你在影片的第一针选取目标就可以了,不过你也可以拖动时间轴,进一步微调选取区域。 像这部影片一开始,下半身被摩托车挡住,所以我们可以多选取几次。 这部影片除了一开始摩托车挡住身体,后面又有一堆烟雾,我故意不再多选取脚的部分,纯粹好奇它会不会自动延伸到全身。 这边的提示词就很单纯了,直接把X改成The Main删除那个男人。 整体看起来很流畅,即使有一堆烟雾删除的效果也很好。 不过,这里您可以注意到,烟雾中出现了男人下半身的影子,所以遇到这种会遮蔽到的状况时,我们还是需要拖动时间轴,进一步选取才行。 这就是Clean的Multi Elements多模态编辑功能。 现在就去玩玩看,看看你能创造出什么有趣的画面。 有酷炫的成果记得留言分享,让大家一起惊叹。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